李线侧脸照被疯传 超模夏和古真的纯天然 红不是没理由 李线也是在7月份的时候 因为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之后 就成为了一个大热的男明星 说来也是一部很上头的剧 其实在播出之前都没有人想过这部剧能够火 但是李线走红确实也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本来在走红之前李线也是作为一个嘉宾去过快乐大本营 镜头很少的他却也突然在走红了之后 镜头被剪辑得满满荡荡的 看看李线这个优越的策略 也是感觉就跟被刀削过一样 真的很有感觉了 不过李线其实也是现在走红的男演员里面 一个难得的有实力又有颜值的 但是对于很多流量剧没有什么营养的 李线确实也是表现的不是那么的上心 其实李线因为亲爱的热爱的走红 很多原本的粉丝还是很心疼的 毕竟这也算是偶像剧 虽然说剧中李线不是那么的有钱 不过最近李线出席就见王朝发布会 也是显得整个人都非常的帅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